你們做一個驕傲 有部分同學說 定表自己家裡沒有派我兒子 中間休息了走去 都可以了吧 我們繼續上節課 一開始要講的部分 也是希望同學能夠自己專心點 希望能夠聽懂 我們上節課最後講到的部分 事實上就是針對 這樣一個所謂的Vatomic Gram 所Linear Scan 電位掌描的 一個電流相對於電位變化的關係 它是在一個Hydrodynamic的狀態 容約不是靜止的 一個在一個流動或是擾動 攪動的一個容約中間之下 得到了一個電流和電位的關係 我們上節看過 有三個區域 沒有反應的區域 然後開始有電化的反應 剛才說這個電流增加的很快 在第二區 最後我們到最高點之後呢 是平下來 平下來 平下來 平下來是在你的容約是 攪動的時候 Hydrodynamic的一個狀態之下 容約的狀態是在動的狀態之下 到最高點平下來 我們先講一下 那麼容約的狀態是兩種 一個是比較廣大禁止的容約 A special solution on-stir solution 沒有在攪動的 另外一個就是Hydrodynamic 在一個動的狀態 兩個狀態 那這兩個狀態 你同樣去做同樣的實驗 We need a scale 看這個電位的變化的話呢 前面兩個區域是一樣的 沒有反應是沒有反應 都是沒有電位 那開始發生電位的反應 變得增加了很快 靜止 腳動都一樣 那唯一不同的地方呢 是到了最高點之後 你是在動的時候 容約在動的時候呢 到最高點之後呢 去向一個 一個極限 一個極限 最大值 平下來 不會再繼續增加 也不會繼續減少 那如果容約是靜止的話 那麼它到最高點之後呢 會 decay下來 所以做過CV實驗的同學 你會看到 增加到最高點之後呢 decay下來 然後再回走 所以我先講這樣一個結果 流動 在動態的Hydrodynamic 沒有一個容約狀態 到最高點停下來 再靜止容約的話呢 然後最高點會 decay 會越來越少 那為什麼 這是我們接下來要解釋的 為什麼啊 那麼你看到的一個電流的變化情況呢 是這樣子的 那這邊我們上一顆有一個 有一件事情沒有想 就是這個關係 我們到了這個最高點 停下來這個電流 我們叫Limited Current 所以Limited Current呢 是指的它受限於你的殘用物 送到地底表面呢 它的這個叫Diffusion Control 那這個Diffusion Rate固定 最快是那麼大 那麼快 所以它不能夠再快 所以它要停下來 所以叫Limited Current 或者叫做Diffusion Limited 這個Current 受限於你的Diffusion Rate 受限於你的Diffusion Rate 所以這個Diffusion這個是強調出來的話 也強調了 不管你是到最高點平下來 或最高點會 decay 越來越少 它都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因為你的反應物 送到電流表面 靠這個Diffusion 這個過程 那這個Diffusion呢 它保持一樣 還是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的話 它的電流是越來越小 保持一樣的話 它就平下來 好 那麼做實驗的結果呢 你只有兩個數據 一個就是你的電流的信號 最大的Limited Current 這個電流的信號 那這個電流的信號 跟濃度成正比 是一個定量的引擎 那我們說 這個Limited Current 一般的 所對應的這個電位 叫E-1-Half Health with Potential 那麼它可以做定性的鑑定 不同的離子 或者是分子呢 它的反應電位 E-1-Half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E-1-Half 我是可以做定性的鑑定 那它在一般講的 半反應的E-0值 標準電位 E-0或者E-0Quant 都跟什麼關係啊 我們說一個不同的這個離子 它的反應半反應 標準電位 E-0值不一樣 各位都知道的反應 那E-1-Half 以前沒有聽過 那事實上 這個兩個 基本上意義上是一樣的 數字上不一樣 差在哪裡呢 就差在一個 我們的橫座標 它是你私家的電位 相對參考電池 那不管你是營律化營 或者是 這邊是Saturated Calvin Electro 飽和干光電池 這個 這個參考電 本身半反應的電位 就不是0 是0.20 或者0.24V 所以說 你這個橫座標呢 E-1-Half是由你實驗的結果 去定義出來的 那這個電位呢 它是相對參考電池 所以它是 E-1-Half 如果真正的數值多少 它跟E-0的關係啊 是1-0 相對參考電池 減掉參考電池的電位 那就會是你的E-1-Half 反過來講 你E-1-Half 測到了 那麼 參考電池的電位 知道的話 那就可以求出了1-0 這個關係 各位知道一下 就是 E-1-Half 它跟E-0-Half 事實上是 它的意義是一樣的 只是呢 數字不一樣是 插在一個參考電池的關係 我們用的參考電池 電位呢 要考慮進來 這是你的E-1-Half 它的數字 接下來的話呢 就下一頁嘛 那下一頁我們 很快來看一下 因為上一頁講的差不多了 很快地再複習一下 我們有三個區域 剛剛講過了 那麼這三個區域 什麼時候 針對一個分析物 A Analy 分析物 那麼它 在什麼時候 會開始進行電話 也反應 是決定於 誰呢 誰來決定做 你開始反應了 你完影也反應 那決定於 Nursy Question 決定Nursy Question 這個Nursy Question 但是它的形式 跟Nursy Question 看起來又不完全一樣 跟你熟悉的 第一個呢 這邊不是E-0 就是E-Apply Apply Potential等於 你熟悉的應該是E-0 那在這個地方是E-1-Half 原因 我剛才講過了 E-1-Half 它跟E-0-E 意義上是類似的 只差了一個就是 我們這邊是 我們這邊是真正做實驗 得到的一個數值的話 它是E-0 只減掉 參考電子電位 然後減掉N分之 0.0592 Log 那麼 這個Ratio呢 應該是產物 生成物 半反應 的生成物呢 它的濃度比上 反應物的濃度 但在這個地方呢 你看到濃度上 上標一個 一個 小圈圈 那這樣強調就是說 我們的產物跟 反應物它的濃度比 這個濃度指的哪裡 不是整個熔業 不是 那這個地方講的是 電極的表面 這是電極 電極表面 那麼它的 反應物跟生成物 它的濃度 好 所以說 什麼時候 你的電 這個電位的掃描 的時候 什麼時候 開始反應呢 是決定 你由這個Nersy Equation 的這個關係呢 來決定 那麼通常做時間的人 你的 一開始的電位呢 是選擇 不會發生 反應的電位 是電位加上去 不會發生任何 電話的反應 就是你 比較恰當的一個 開始的電位 所以一開始 往這個 負電位放要 scan 這個區域呢 都沒有發生電話 來反應 那麼根據 Nersy Equation去算 在這個區域的話 你的產物幾乎是沒有 就是這個Ratio裡面 是這個 是這個 這個 就是產物 這個PIN 生存物 在電力版面的濃度呢 幾乎是沒有 射得贏 那麼所以這段都不會發生 對話的反應 那麼一直到了 這個區域 你會發現 接近E1.5 這個 這個電位 的時候 這邊的時候呢 你開始發生 產生 反應 而原因也是一樣 當你的電位 Apply Potential 到了這個 附近的時候 把那個數值 是能帶進去 你可以算一下 你可以發現 這個時候 在這個Ratio裡面 你的產物呢 必須開始有 它有一個小的數值 這個數值呢 要慢慢增加了 這個Ratio呢 這個產物呢 慢慢要增加了 那麼在原來的反應裡面 在原來的熔業裡面呢 只有分析物 沒有這個生存物 分析濃度呢 是在這個 這個數值 這個動作標 代表電極表面 距離的話是電極表面 高度的話代表濃度 這個是代表 存作標代表距離 那麼生存物在這邊 生存物濃度 電極表面的距離 一電極的距離 所以一開始 生存物沒有 只有反應物 OK 那麼到了 根據Nurse Equation呢 那麼你私家電極 改變到了 這個區域的時候呢 那你開始發生反應電流 就是因為 要有生存物生存 那生存物來自於什麼呢 當作來自於 電極 在這邊還原嘛 電極呢 給電子 給電極表面的反應物 它會被還原 被還原掉 所以電極表面呢 必須有一些反應物呢 被反應掉 被還原掉 所以電極表面的濃度呢 會下降 電極表面的濃度 因為它被還原掉 所以它的濃度要下降 然後這個生存物濃度呢 在電極表面就生成了嘛 所以它的濃度慢慢上升 所以這兩邊下降的程度 跟這邊的上升程度呢 是相同的 這個比例 好 那為了方便說明起見呢 這個作者也是一樣 他是用了 XYZ X的相當於是 這個電流的四分之一 Y的話呢 剛好一半 Z的話呢 到了最高點 它取了三個點 那你自己要畫的話 你可以多畫幾點 沒有關係 你可以在這邊再畫一個第四點 這個高度 十分之三的高度 Z過去的 超過Z的地方 再畫一點兩點 都可以啊 那你比較重要的就是 當它到了XZ點的話 代表什麼E 電流為什麼會上升 你們到XZ點的時候呢 那麼根據這個Nertz equation 那這個比例應該是1比3 1比3 所以你電影表面 這個時候X的 就是這個分析溫的濃度 到XZ點的時候 電位到XZ點的時候 電影表面呢 它的濃度 分析溫的降到 原來的四分之一 原來的四分之一 產物呢 原來沒有 只升降 整個濃度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OK 那麼隨著你的這個電位 更負的話 電影表面反映過濃度呢 持續的下降 下降 那下降到Y正好一半 原來濃度一半 Y這個時候呢 產物生成呢 也是 這邊的原來濃度的一半 再繼續的話 到Z 最高點的時候 電影表面濃度降到0 生成物的濃度 這個最高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了吧 好 沒有問題了 很好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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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然後 真正的是零 我知道 真正的不是零 是趋近于零 趋近于零 比如说 它是零点 十的负三 十的负四 十的负五是什么 它非常非常非常小 趋近于零 但绝对只不是 就是它真正 只不是真正的 真正是零 是坚定于零 很小就是 OK 还没有其他问题 我们常常讲趋近于零 是不是 但是不是真正的 就是没有了 趋近于零 如果没问题的话 就是强调 电位到哪里 根据Nertification 来决定 它会不会发生 电话也反映 同时呢 决定了 在电视表面 它的浓度 反应物呢 有多少被反应掉了 那然后呢 我们再讲 这个第二区 为什么增加的那么快 就是它这个增加 会是这样一个方式来增加 原因就是说 它到了这个 X这一点的电位的时候 电视表面浓度 降到X 少了四分之一了 到Y的时候呢 就变成二分之一了 少了二分之一 这些时候呢 没有了 全部没有了 那它 开始发生电话 有反应 到X这一点以后 你可以看到 电视表面浓度呢 跟这个box solution 外面因为是在搅动 这个是均匀的 始终是均匀的 只有在这个非常薄的静子层 这里面呢 是容约静子的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浓度差 浓度差 然后这个 只要你搅动的这个 条件是固定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 这个静子层的diffusion layer 它厚度就是固定的 你搅动的程度是固定的话 条件固定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 这个静子层的厚度 静子层的厚度 也是固定的 那么这个电静子层 因为呢 反应握到电视表面 完全是叫diffusion 所以我们又叫做NERS 一般就叫做diffusion layer 一般就叫diffusion layer 扩散成 那么所以当电视表面 反应物被开始发生 这个反应反应之后呢 它浓度会下降 你下降以后呢 就会有一个浓度差生成 浓度差生成以后呢 那么你反应物到电视表面的速度 那它就会有 就可以发生这个diffusion的过程 那diffusion快慢的决定 这两边的浓度差了 还有它的这个距离 厚度了 厚度 比如说它这个斜率 所以到XA点 这个发生diffusion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斜率 是在这样一个程度 到Y的话呢 斜率更大 Z的话呢 斜率是最大的 两边的这个浓度差最大 厚度都一样嘛 所以说 这个XYZ 看到这样一个电流的增加 跟电机板面 发生电话与反应呢 浓度下降以后 造成的两边 就造成的这个浓度差 这个斜率啊 那不一样 那么斜率越大的话呢 它diffusion rate越快 送到电机板面的 反应物浓度呢 是比较多的啊 反应物的数量比较多 所以它的电流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必须要看 如果说要讲一个定量的关系 就是我们这边 这样来看 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事情啊 但是你说我希望有一个定量的关系的话 所以你要写一个定量的关系试出来 那这样一个斜率不一样 那么我们表示的话呢 就是dcdx 就是浓度是重坐标 距离电机表的距离呢 是横坐标 所以dcdx 就是这个 这样一个表示 我们叫tontation gradient 这是一个 这样一个关系呢 我们叫浓度T度 浓度的一个 这个 T度 那就是它的 坡度了 请这个 应该说是坡度 那这个 dcdx dcdx 是它的一个 一个名称给它讲 contained grading 那在这边的话呢 也是它的所谓的 contained profile 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图 这边的斜率 意思 意义上就是等于 这个contained profile 里面的 这三条斜率 那这个斜率的大小 正比于你的 diffusion rate 正比于你的diffusion rate 那diffusion rate的快慢 那 单位时间可以送到 多少反应物 到电力表面 来进行电话语反应 它就决定你 量到多少电流 所以单位时间 可以送的反应物 的数量 越多的话 那么它进行电话语反应 所以 Electron transfer is not applied 所以你的电流的大小 决定说你的diffusion rate diffusion rate 决定于你的这个slope 所以这部关系在这边 那么至于说 要把它 因为这个是slope 它是决定你的diffusion rate diffusion rate 那diffusion rate 怎么把它转换成一个电流 终于还有这些关系 我们的下面 我们讲AD 那至于是每一项什么diffusion rate 下面这几项什么diffusion rate 我们先做这地方 先看到电流分离的dcdx 这个diffusion rate 这个diffusion rate 这个diffusion rate 或者叫diffusion rate 这个diffusion rate 这个diffusion rate 是有这一项 那这个diffusion rate 这个diffusion rate 把它变成一个 真正数值的话 就是 你看 你能够长 比上 处于你的距离 所以就是 整个boss 或许能够 处于你的距离 所以就是 整个boss 或许能够 处于你的距离 厚度 不要谈 所以这个 应该是职业老当 有很强 所以没问题 所以当这一关系 你要把它背一背 你了解之后 你把它稍微记一下 好 那这样子 你就了解了中间这个区域 电流这样增加这个关系 那是为什么 你就要去考虑 在电脑面呢 发生了电话感应之后 你能录得一个感变的情况 反应物减少 深度的增加 这两张图 你要自己可以画 那我们一再强调 这些东西呢 你指教去画一下 要光是看 有时候看呢 这个 好像拿起来 叫你自己画一画 你画错了 所以指教去画一画 有没有问题 你要先了解 没有问题的话呢 最后 为什么抵下来 我们因为在动的时候 脚动的时候呢 到最高点之后 这个电流上 抵下来 镜子的时候呢 到最高点呢 电流就慢慢的减少 到最高点之后 抵下来 为什么 我们讲这个 第三个地方 抵下来 或者是笔配 或者是笔配 那在脚动的容量里面 这个区域 整个 除了紧贴在电机表面 很薄的 这个是在 蛮有名的 这么厚 很厚的一场 容量 是不动的 之外呢 整个容量是在脚动的 所以整个容量 能够虚拟的 因为 只有发生 抵下来 只发生在禁止层 这个里面 能够虚拟 所以当你的电位 scan scan到了Z 第一版面 反应的浓度 已经降到0 这个时候的名字 是最大的 那当你的电位 再继续呢 更负呢 再继续更负的话 这个里面 基本上来讲 已经非常非常热大了 也就是说 你更负的话 第一版面 你反应的浓度 还是 老是接近于 就是将近是0 的定位 所以你继续少量过去 电位越来越富了 电影表面 反应的浓度 已经是0了 它不能再低了 就是说 负是没做 没有负 没有什么负 已经还有更新 这个浓度没有了 哼 就没有了 哼 就没有了 所以说 在之后呢 你的diffusion layer 后度是固定的 这一层 镜子层 是固定的 所以你的diffusion 是固定的 是固定的 所以你的diffusion 是固定的 那一层 电影表面 是固定的 然后你的diffusion layer 镜子层 发射diffusion 就融裂成 你的固定的后度 所以它的diffusion 所以它的diffusion 这个是固定的 就始终是固定的 所以底下 底下 有没有问题啊 这个应该挺了解的 这个应该挺了解的 那 停下来 它的这个电流值是多大的 所以 所以当你的电流到最高点 我们叫Limbit Curve 到最高点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区域 到最高点下来 因为呢 在这个区域里面 电力表面 运动能力是0 电力表面 运动能力是0 运动能力是0 所以你的电流 也是最大的 那么这一项 Ca0 电力表面能力是0 这个电流值 变得最大 那它的观音室呢 在这里 那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这个Limbit Curve 可以做D 呢 这个分析的一个依据 它的能力是0 因为呢 在你做实验的时候 在这个观音室这里面 你虽然有好多项 比如MFAD 那你做实验的时候 你的条件是固定的 你做Standard 不同的步骤 你的Unknown 你的Sepa 就往前都一样 所以 Sepa变样的话 之间只是一个定值 都是固定的 不管多少 都是固定的 相同的 所以说 你的如何改变 你的电流 这就没有变成 正面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做定量的 这张图是我们课本的 就是我今天用的图呢 还是旧蓝 今天要画这些东西 很麻烦 所以我没有去换 那星蓝的这个图 跟我们旧蓝完全一样 它多了一个彩色 还是我们的FAD 星蓝完全一样 所以我没有再选择 好 在我们讲到下面之前 我们先看这个关系 是 在关系上要背成功力的程度 我们的东西要背得不多了 相对于固化 相对于这个 逻辑 你要背的东西是什么 但是还有一些东西 它是要背一背的 那在这个里面 DCPX都已经知道了 它的意义呢 就是 这个CS 你能不能把分区的能够 Axis 是你 距离电流的能够 N是什么呢 几个电子的transfer 这个I刚知道的 KIRP 都不是单位 N的话 是几个电子的transfer 那F的话呢 为什么出现一个F 这是一个反而异常数码 原因就是说 这个是几电transfer 就是电子 它带的电荷 怎么转换成 库轮 是靠的一个F 一摩二的电子 就等于 96 48 5 库 就是把电子变成 来 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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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同的磷子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我们可以想到重一点的话,就是轻一点的话,它会快一点,所以说,同样是磷子的磷子是一样的,但你的磷子本身不一样,和分子本身都不一样的话,我觉得Defimorate还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的Defimorate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Defimorate是不一样的,都是很细数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公司,什么意义,要知道的,这个作业了,那么接下来最后来看的事情,因为你前面都了解了很好,那在这个地方,就是最后一件事,那就是, 但是,一件荣业不是在绞动,我记得这变化了,绞动的荣业,我们刚刚看过了,绞动荣业的时候呢,你会,仍然会有一个镜子层,是在你天天便利表面,然后那一场,那镜子层厚度是固定的, 只要你的脚动的速度是固定的,这很重要的,这很重要的, 这是一个,镜子荣业的话,会怎么样? 镜子荣业的话呢,人生都问你一下,还有没有一个所谓的这条线存在? 所以这边是镜子,这边是动的,没有啊,整个人为一个都镜子,所以它镜子厚度怎么样?是无限大,整个人为一个镜子, 所以整个人为一个镜子,所以没有几个镜子,这边是镜子,这边是动的,没有啊,整个人为一个镜子, 就是因为整个人为一个镜子,所以呢,我们再看,前面还没有反应的地方,镜子荣业也是没有反应的, 我们要开始反应的地方,还一样的,追尽这个过程,因为你电位决定来,你的反应物会把你反应,在电表面, 所以电位这样站过去呢,经过XYZ,有造成电表面反应物能够的变化情况,镜子,动都一样, 所以前面这两段都不一样,唯一不懂的Skyl最高点之后,电位找到Z0之后呢,电表面反应物能够降到0之后, 电表面反应物能够降到0,这个时候你翻Diffusion,或者,你会从更远的地方, 这个整个人为的镜子,所以你可以从更远的地方Diffuse, 所以你的镜子,你的那个Diffusion的厚度,就不限制在这一边的标准, 更,更有,更后面的,更负一点的话呢,你持续发生Diffusion,你的Diffusion会呢,厚度呢,持续的更远, 你会从更远的地方呢,Diffusion过来,所以你的厚度会越来越厚, 发生Diffusion的这个,你会越来越厚,会越来越厚,这又没问题, 没问题,这个要能够了解,到电表面,降到0,车口, 然后,对位持续的,这个,扫过去的话,电表面,我们都已经降到最后, 降到最低的一个是0,然后这个Diffusion持续在进行, 那么,隆越,整个是禁止的话,然后这个开始发生Diffusion的这个, 隆越成了,会从更远的地方,Diffusion过来, 所以我们到了第一阶段之后,我们如果更负的话,电表更负的话呢, 还要从更远的地方,Diffusion过来,再负的,更远的地方,Diffusion持续发生, 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所以你看到的这个电流信号呢, 前面感到一样,没有反应,开始发生另外反应,到最高点都一样, 到最高点之后的地方就不一样,禁止转移动,禁止转移动的话, 结果,你会看到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你的这个, 如果你的unstir的话,静止浓烈的话,你的difilm layer它不是在一个处理,不是固定,它会随着时间,要从外面扩张出去,也就是说从对面的地方,你做错了,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看到的电流呢,在这边,你看到的电流呢,到这段地之后,你的力可以,这个温热是相当于在这一段。 那你,如果这个电位持续少量,更远的话,你的电流还持续的difilm layer,因为呢,你要从更远的地方difilm layer,所以你这个弦率呢,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你difilm layer,我给你看,所以你看到电流,是这样的,可以持续difilm layer,那在这边的difilm layer, 所以你可以用,然后这个slape, 然后像那个这个弦,麻烦的,相当于这样的,这个,静止浓烈跟在脚动浓烈啊,会不一样的结果,那最高点是,这个不同的是,你的infusion,它的后部,在脚动的时候,你会不会后部不平和不便, 靜止容易的話,到最高點之後,Defilm Layer會越來越換 所以它的血量越來越少,所以Defilm Layer會越來越換 這樣可以了解嗎? 對,這樣可以了解 對,這樣可以了解 希望能夠了解 這個很重要,不是很困難 我覺得蠻自然的,應該是這樣 你知道你們小朋友嗎? 小朋友就沒有 那,我考考驗啊,你們第一學考考驗會改 改得差不多,所以下禮拜應該可以改 那我發現呢,比如看我的現象 有些那個問題蠻臭的,不是一個女主 那個氣派的同學,都一樣錯 你的觀念完全一樣,錯的觀念完全一樣 所以看得出來應該是有一個小老師在那裡 但是那個小老師很不信的,你觀念錯 所以那幾個都錯了,錯了一樣 所以假如你同學問你的話 歡迎你來直接問我 那你們同學可以討論嗎? 萬一覺得,發言發言的話 來問一下 因為今天討論是一個好的事情 但希望,你要當小老師在那裡同學 你要沒有把握 你不要交錯 交錯導學 好,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繼續了 那這個只是,呃,秀一下 這種,一個,新,新買的 好,這個 那這張圖呢 這張圖呢 這張圖呢 那這張圖呢 那這張圖呢 那裡面講的 包括了兩個,兩個部分 這個,嗯 這個,嗯 這個,兩個,兩個,兩張圖 跟在一起 我們都很相關的 那跟我們西部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沒有再去另外畫 那這張圖呢 那這張圖,各位各位看一下 我寫在這邊的 我寫在這邊的 所以同樣的情況 我們要走 有時候我們做些呢 我們要是腳步 是動的 他做兩樣 有時候我們要走 靜止 Stations 那這個 那這個 你們可以來做些,哦 後來看題目 看那個問題也好 他知道,他知道一下 微熱線的是哪個狀態 想法上 也不一樣 然後最高點之後 你的電路變換 也不一樣 另外呢 還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 你的電位施加, 5M Tension 施加一個 固定值 但是做,做Scan 像做這個實驗的話 當然是 很多人是 兩位 施加電路 就他是從 一開始 Inition Potential Scan過去 OK 看有沒有發生電話 電話也反映 這樣 電話 所以這個是一個 Linear Scan 那麼下面要講的這兒呢 就是另外一個狀況 我們叫做 Step 所以電位加上去呢 不是在做Step 所以時間電位不是一直在變 而是定值 所以Step 也是應付他們的理由 你不動 你不看見一樣 所以這個 施加電位的方式呢 是正當度裡面 左邊那個 電位給時間 我時間電位 是不是在十加零 就是時間電 零的時候 那我就加一個電位 那這個電位呢 是一個病子 一百塊 是一個Tonstant 後面 加了一段時間 叫TOW 時間到了 你分掉 你一直在 做事業的你這樣做 我加了你 你看他叫多久 你分掉 這是你私家電話的方式 但是有Linear Scans 不一樣 Linear Scans 就是從這個 零點開始 開私家電話 從一個Initial Lemote 開始 覺得時間的直線改變 一個Linear 覺得時間的直線改變 從Linear 覺得時間的直線改變 開始往零點零點 然後再 scan過去 用Linear Scans 覺得時間電話 密切改變 這個模式 這個是一個固定電話 這個Step 就像一個台階一樣 那 這張圖的話是錯 今天私家電話 是這樣的的話 讓你再去看 這個電流 跟時間的關係 說這邊一樣 這邊很重要 不是電位上 因為電位是固定的 不是在電 所以我在 這個私家電話 固定電位之後呢 我就記錄的時候 這個反應電流 很重要呢 不是電位 就是隨著時間 零在電位上 零點 從這一點開始 我私家一個固定電位 那我看電流改變了什麼 隨著時間過去 靠這段時間裡面 這樣固定電位的時候 在這段時間裡面 私家固定電位的時候 電流怎麼變 然後 記錄一下 是這張 就是這樣的Step 然後 然後呢 然後現在這邊 靜止溶液 沒有找空 那個 第11個 結果我們發現 這個電流呢 水平變很大 然後 底配 然後 底配 也是底配 那我覺得這位標 1個 1個 5個 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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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個 5個 4個 3個 5個 3個 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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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位要擴大 在這個線裡面看到這樣電的變化 對於門路的一個電路表面 門路的一個變化情況 我這個電位是加在 假如說對這個飛去 我們已經知道了吧 是加在這個最快的裡面 OK 能不能加到最高點 因為我希望這個電位一加上去 這個零點 一加上去 開始計時 加上去瞬間 1秒5秒4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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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短 發生什麼事 左邊那個是你還沒有搶 還沒有加電位 你看 左邊裡面應該只有 A 沒有聲聲鼓P 反應還是 A Y B 那當你這個 電位呢 一加上去瞬間 那電位反應 我們就將來 實線 代表是 反應 虛線 代表是 深層的門路 投款 對 實線 代表 反應路 虛線代表 深層 當你那個 電位加上去瞬間 反應路 在電表面的路 降到零 比如你加個電位 你夠複 夠擋 所以為什麼要加到幾點 整個這個電位 加上去的一瞬間 電表面的路降到零 然後這個電位 持續加在那邊 這段時間 我們結果 我們在電力轉變 發生的事情 電力轉變 我們就降到零之後 第二升 然後 第三次 第四次 越來越 越來越 那地方 然後 進進電話 所以說 一個 那隨著時間過去 更遠的地方 要 refuse 所以你的 fusion layer 的厚度 5ms 更遠 更厚 4ms OK 所以說 你去看 電流的話 1ms 的時候 你的這個slope 它最大 所以你的diffusion rate 最快 所以電流 1ms 是你電流最大 然後呢 5ms 變得比較小 4ms 更小 所以你看到電流 不要變小 你可以小 另外呢 你的這個 隨著時間過去 發生diffusion 厚度 是越來越厚 按住越來越遠的地方 所以你的這個 能力 Huntry-en-grading 看的時候 會越來越 越來越 變得更高 OK 你的電流呢 跟你的Huntry-en-grading 這個slope 進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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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 進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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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 進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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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在那个做CV图的时候 它DK的情况应该是会死这样 不会 不会是这个地方花了 这么长 不会 应该是类似这样 那这个DK的情况呢 它的原因跟这个地方是完全一样 就是因为呢 这个整个月的镜头 所以你电位加在那里面 电脑没有降到你之后 随着时间 发生你最终的问题 软略的情况 会从越来越远 You feel like you're really hot 然后这一段 我们的同学都会不太容易了解的地方 我们就讲 后面就比较强 没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少多嘛 不要弄到 好 把绿灯做 那我们就把这张做下 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很多实验呢 你用到的电位范围是 副电位范围的话 我们都要去通带式 去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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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空气 空气里面 去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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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之后 你看到的背景 下面 为什么要去氧 为什么要去氧 在氧烟里面 会有氧烟 氧烟 氧烟本身 它在副电位范围 氧烟本身是有电武器 所以它本身被发现还原反 第一个 帮氧烟 你会看到两个帮氧烟 另外一帮氧烟 你得到两个多氧 两个电子 把一支双氧烟 没有去氧烟 没有去氧烟 去氧 如果不去氧的话 你用本身 在这个 没有很负的电位 你看到 不负 多一点事后 那边就是这样 掉下来 所以我们两个帮氧烟 掉下来 双氧烟 那这个需要去背景 因为我们去氧烟 有些基本而已 有反应 是很常见的 你需要去记忆 像这个也要跟你双氧烟 反应反应也知道 那如果电位更负的话 那你就看到第二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 就是新版的特点 那因为这样有方式 那我们一般不用这个方式 通常是 融氧一开始的时候 融氧是两个炉氧烟 链子 反应再加上它水 更负的话 通常用这个反应 更负的话呢 还是融氧的 直接是四个链子 四个炉氧 反应再加上水 通常用这个 就是白板 白板 通常用这个 那我们这个 西版的作者 还用这样一个方式 我们一般都需要上 旧版的 这个方式 那这个实验怎么得到的 这个这次做出来的 那这个是他先用第一个面子 就是你们再做第一个实验 第一个实验 第一个实验 就类似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用 Croping property来做 做很多电子 然后在明年以后 VCL里面 也是 这是电子也是 没有其他的 没有其他的 就是电子 本身的容量 所以现在看到 羊本身的 一个反应 就是电耳情况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电位板子里面 羊本身就很大的 不去掉的话 不怕也要免掉 因为没办法做其他的实验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去 帮我们休息